当发言的这个徐洪廷啊 最近有新消息了 因为呢 现在这个中正文山选区啊 徐洪廷呢再次来登记嘛 他想要挑战赖势宝 结果呢是党部开会决议之后呢 就采取党员投票 加上全民调比例3比7 所以徐洪廷呢最新宣布 他要退出第八选区的立法委员初选 下午两点半钟呢 他在议会要接受媒体联访 到时候请大家继续锁定中天新闻 我们到时候会有全程直播 新世代PK 哇这个算资深世代了 国民党的台北市立委初选的方式出炉 就是三成党员七成民调嘛 那么议员徐晓星就爆料 废洪态施压 好官说是党部 更质疑初选的方式呢 是不是有拍板 先射箭后画把的质疑 因为我们在公告的时候 就还没有协调 就上面已经写好了党员投票的时间 所以当时就也有被质疑说 是不是已经先射箭后画把 那但是我想 目前这个党费会有一个不公平的状况 就是说我们已经协调完毕了 然后我们的党员投票时间也决定了 可是到现在都还有人在大批的不交党费 所以这才是我们为什么会主张 用全民调比较公平的原因 也是要避免在选前的最后关键时间 有人投党员的这个问题 那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菲鸿泰委员他使用了这个官说跟施压的方式 昨天也已经有一些委员承认了 那有更多的委员是因为 基于他的压力是不敢承认的状况 那透过施压跟官说 那赢得在这个委员会里面的投票 那我觉得也是让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事情 那到底是用全民调的方式比较公平 还是用党员投票的方式占三成 比较能够合乎社会大众的民意 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 所有的民众自己心里是有一把尺的 那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立法委员的初选 把情况搞到这样 那我也是非常的不解 尤其是我们在协调的过程当中 很明确的是讲说 那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三七笔 还是全民调交给全权交给市党部委员做决定 所以实际上面 他们最后做出三七笔的决定 我也是愿意尊重跟遵守的 只是没想到这两天以来 那有不断的官说跟施压 造成委员很大的压力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不妥的 并不是接到电话的委员的错 而是我的竞争者费洪泰委员 已经70岁了 还在背后用这种伪君子的方式搞小动作 我觉得这是比较令人不齿的 好费洪泰回应了 他说国民党规定就是三加七 如果协调不成 当然就回到党章规定行之有年 我们党章规定就是三加七 如果协调不成 当然回到党章的规定 这是寻之多年的办法 绝对不是今年就这样子处理 四年前 我跟王辉委员 现在委员的初选 赖斯堡委员跟徐红廷委员的初选 议员也都是如此 没有改过 这个也没有为谁去改变 也没有为谁去做不改变 我想这都是我们党行之多年的 这个事情 我想社会大众可以去问问我们台北市党部 乃至于问中央党部的主发会 他们的回答也应该都是如此 2024我们有两个希望 希望我们总统大选能够赢 台湾年轻人不要去当炮灰 不要走向战场 2024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希望 就是我们希望立法院能够过半 如果要达成这两个希望 团结都不见得可以做得到 不团结是一定做不到 我也在这边大声的呼吁 我们所有本党同志 要从爱党爱国的角度来思考 我不回答其他的问题 我只把我的选举做好 我的竞选对手一直只有一个人 就是我废红炭 我这四年前的承诺 我已做到了没有 我的选民对我的感受是什么 好不好 我还有总咨询啊 他说你追踪这个罢名 徐晓琪 你追踪这个 脸书追踪罢名 大家去看一看就好了嘛 大家去看一看 大家去看一看 孩子在这边呼吁 我们共同竞争的对手 是民进党 是其他的政党 不是自己的党内 我们初选最后还是要赢得 明年1月13号的大选 前立委言宽恒才刚登记了 这个台中第二选区立委初选的部分 就被台中检调以涉嫌 怯占卫造文书的罪嫌 带回调查 然后讯后交保后传 中天的YT频道也有一个投票 针对这个2024的立委大选 你要投严宽恒还是林静怡呢 截至3月31号早上10点钟 已经有超过3.3万人投票了 高达83%的民众表示 会投给严宽恒 其他人说还在观望啦 经常就晚上啦 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